各地要提升 他在向老大人在電腦3C用品的操作和核心的能力 他在所謂中心 今年是吃這支在推動電腦基礎的庫典 半年下來,生效真好 老大人也表示老叔很認真在家 他也割到文書處理和幹部製作 大家都覺得吃麻油還有成就感 對主要客官發育表示 未來自己造成的農產品 就可以透過電腦軟體和網路來做行銷了 頁面的一個切換 那我可不可以個別切 當然也可以啊 經過了半年的時間 在老實認真的角度 學官也專心學習的氣氛中 大家對到電腦的基礎應用 都已經有很大的了解 因為在市地鄉 中國人民中使用電腦的比率是真假 因出在市地露林中心 來生立所有的機會中心 希望他能提醒鄉親 對著電腦的了解和應用 重點是因為電腦在中高齡的年齡來說 學電腦是比較不容易入門的一件事情 但是經過這八個月來的努力 我覺得小民很需要電腦的學習 所以我們特別開了一個數位學習的活動課程 請學員能夠繼續的來學習電腦 以及做一些文書還有檔案的處理 以及閱覽一些新的知識 讓生活能夠更豐富 日子能夠更充實 以後電腦和山西的造型產品 對它能幫助自己 推電造型的生活 現在說真的有幫助的就是產品行銷 對處學員的提供是特別親 也都意識到未來透過電腦和網路 就能推電用產品的行銷通路 自己名字 不錯啦 就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只要在電腦 就能將我們的產品推銷出去 就不必受到外面去推銷了 其實老師講的每一次上課都很新鮮 對 都很新鮮 因為有些觀念 有些電腦方面的想法 都以前雖然有些也有接觸過 但是沒有像老師講 因為老師教得很仔細 然後也很切合我們的需要 所以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很新鮮的感覺這樣子 這個數位學習中心的一個用意 不僅是說讓他們能夠學習到 有關資訊方面的一些課程 其實更多的部分是 期望說他們真的是 真正實現活到老 學到老 而且能夠把他們的整個的一個心境 然後整個的學習的態度 能夠變成是一種很習慣化的一個方式 讓他們都能夠有 源源不斷的學習的一個過程這樣子 路人教育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表示 為了開始服務 他在鄉親 他在所有機會中心 每天將會再去八點到暗時九點 都會開放給鄉親來使用 歡迎大家利用這些設備 提醒自己的主信應用領域 記者的規則 記者提升 最后报道